3月12号是植树节 高雄市爱仲树协会推广仲树 到现在已经送出了5万多株的树苗 今年再次跟连锁珠宝业者合作 将用一年的时间送出1万株的树苗 希望借由一人一树爱地球活动 让民众体会到照顾树苗和爱护树木的心 进而增进居家环境的绿梅化 一人一树就地球 赞 手上拿着小树苗高喊口号 象征一人一树爱地球 赞送树苗活动正式起跑 这时门外早有民众排队领取树苗 打算好好布置美化居家环境 把苗栽的话可以摆在家里面的阳台 然后如果说像这个的话 其实室内其实也是可以 只要有阳光松足的地方 记得浇水 我相信它应该会长得很大很漂亮 高雄市爱树协会 这次跟连锁珠宝业者合作 推出赠送树苗活动 计划一年内免费送树包括 祖国罗汉松及七里香等一万多棵树苗 每个门市部的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 的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提供80棵的树苗 让他们去广发给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贵户的那个贵宾 那等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我们大家再把这些人集合起来 再找一块工友的部门的土地 我们大家再一起来种树 一整排小树苗整齐排列 等着爱树人领取种在居家周边 而享应活动的业者 也希望教导每位上门的顾客 爱护地球种树护灵的重要性 企业的力量跟爱种树协会 这么有用心在经营的协会 我们希望共同来让我们台湾的 绿腹力成长 让我们的地球更好 送树苗活动长达一年 只要在全省连锁珠宝店 参加一人一树爱地球VIP回馈日 就能免费领取一颗树苗 透过照顾树苗培养爱护树木的心 进而让我们生长的地球充满绿意生机 港独新闻王思武红静怡 采访报道